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4月14日 已經是星期日了 我看到一個post 很有趣 也是 一個很令人關注一個社會話題 就是 大陸的女性 她們分析香港人 為什麼 不是喜歡懸富呢 香港人 一個是 出了名的金錢動物 什麼都說錢的 其實現在大陸是何嘗不是 大陸改革開放初期 他們就不是那麼熱衷於賺錢 但是到了90年代之後 全民向錢看 什麼都是以錢來做衡量標準 幾乎錢可以代表一切 所以呢 大陸 他們分析香港人 實際上就是分析 香港的幾時香港人 所以我認為 香港人不喜歡懸富這個原因 其實大陸 過了幾十年之後 也有機會是這樣的 為什麼香港人不喜歡懸富呢 他分析了有四大原因 這節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個懸富 跟本身 他的生活條件 當然是很大關係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和平的 一個富裕的社會 即使你不是很有錢 你因為知道有錢是怎樣的 或者就算未見過也好 至少看到周圍都是金行 周圍都是靚車 有豪宅 有靚樓 你知道那裏是有錢人的地方 但是 你不會覺得出來炫耀 因為香港的有錢人 走出街 其實只要他不是在名車上下來的話 你也看不出的 不是每個看得出他是有錢人的 大陸就不同了 因為 大陸很多人 很想告訴大家他很有錢 所以 會有很多 有一些懸富的舉動 我們看到那些電視劇 電影 短片 專門反映大陸 大陸人那種懸富的心態 好了 那麼究竟 內地女人 覺得香港人不懸富是甚麼原因呢 他們說有四個原因 好了 第一 就是財不可露眼 他說這個跟廣東人有點像 不喜歡炫耀財富就是廣東傳統一部文化 其實不是的 這個不只是廣東的 很多地方也是一樣 因為 太多歷史教訓 太多這些故事 老人家教訓 錢就不要露眼 一讓人知道你有錢 就有人來找你笨賊 或者來 搶你的錢 是不是 第二 避免仇富 內地女人認為香港人即使有錢 都懂得掩藏鋒芒 因為知道了 很多人會妒忌 而妒忌會令到人性扭曲 所以 保持低調 才可以維持親戚朋友之間的關係 人家之旅有錢 朋友也好 親戚之間 也可能會妒忌你 從而不知道會不會有甚麼不好的想法 第三 就是注重私隱 他說香港人保持低調 不是因為謙虛 而是因為注重私隱 懂得自我保護 其實跟一義是一樣的 跟第一 第二項一樣 為了個人安全 是不是 私隱其實也是一樣 最好就是 沒有那麼多東西被人知道 起碼不會引人犯罪 第四 免招禍害 其實1234也是同一個共通點 他認為香港人深知 原副很容易招來禍害 包括被人綁架 所以 他寧願選擇 抱怨貧窮 更加香港街頭 不要 不要 上貿普通 或者是衣著很平凡的人 不要小看他們 因為可能他們隨時很有錢的人 這個絕對是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香港人 由於是經過長時間的教育 尤其是 王德輝被綁架 他們知道財真的不可老眼 王德輝之後又有李嘉誠的兒子 然後又有新鴻基 郭炳湘被綁架 也有大富豪等等 所以他們深知 其實有錢很容易被綁架 所以盡量低調一點 明明他有錢也不要到處曬 反過來 到處曬 強調自己有錢人 怕人家不知道他有錢的人 通常都是老千來的 因為他們不怕被綁架 原因就是 他們目標 讓你覺得他有錢 然後 他們來找你 正如之前說的那些少爺 王子 目的其實就是想你投資 想困你 比說李生老千也一樣 令到你覺得他很有錢 跟他做生意沒差的 人家怎麼找你 人家做了億萬生意 怎麼看得起 一百幾十萬 怎麼困你 實際上 他就是困你那些錢 是不是 好了 還有一個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這個 而是香港人 其實 可以說 富裕了的時間很久 因為 大陸有一個問題 大陸窮的時間太長 窮得太久 他們真的沒見過有錢 所以一看到有一點錢 他們就困了 或者自己有一點錢 他們就覺得與別不同 比其他人很厲害 喜歡炎耀 大陸我看到其實普遍 喜歡炎耀的人很多 穿到全身名牌 全身LV 方四人不知道他有 反而香港人相對低調 即使是有一個LV袋 或者有一個 大隻漂亮的標 他的樣子很樸素 你不會說是很誇張的穿到 當然啦 出入靈車 本身是豪門 或者是有錢的人 一定有的 但是 一般來說 這個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原因 當社會風氣 他們不覺得是甚麼一回事 駕病士通街也是啦 你也很有錢嗎 很多人會覺得 因為香港整體是 你不計算那些赤貧 不計算拿中門 但整體來說是相對富裕的 我們 說衡量有錢 富裕其實是有很多種層次 因為你很難單純跟你說有錢人沒有錢人 一般人 比較 認知方面沒有那麼厲害的人 或者比較 嚴格來說 見識少的人 他們一看起有錢人 就就是李嘉誠 他們覺得李嘉誠就是有錢人了 那麼李嘉誠下面 你明不明白 李嘉誠跟你中間 爭了一千層 甚至乎 不止一千層 因為 李嘉誠的圈子就是首富圈子 頭100位的首富 可能也在說超過10億身家 但是頭10位的那些是過千億的 到 排第10位以外的那些 可能有六七百億 有些可能有三四百億 不夠六七百億 又沒有三四百億 可能有百多億 那麼百多億是否有錢呢 已經很有錢了 有百多億的 還有不夠一百億的 那些 實際上有千多億 還有幾百億 還有一百億 還有幾十億的人 其實都是跟你相差很遠的 是不是呀 跟窮人相差很遠的 變成 有錢人中間也分了十層 十層 二十層 好了 去到那些 他又不敢掛自己的有錢人 但是他其實他的生活 是可以覺得很富裕的 為甚麼 他本身住一層樓 可能已經升值到二三千萬 他也拿著兩層樓收租 可能還有一個舖子 可能還有一層寫字樓 或者是以前做生意的 現在沒有了 現在退休了 不做了 那裏加起來的資產可能值七八千萬 你覺得他是有錢人還是窮人呢 但是相比李嘉誠來說 他很窮了 是不是呀 但是他如果跟普通人比 他過的生活 你一輩子都找不到 那麼你想想 香港那個層次太豐富了 變了 普通人出來 他不敢認爹 因為 你可能身家證明財產 剩下了一億 可能周邊的人 或者跟你一起搭的士的人 搭的士 搭巴士而已 我認識很多有錢人 搭地鐵的 搭著有幾十億身家的人 搭地鐵的 你跟他去茶器 他也是去茶餐廳的 他約你吃飯也是去茶餐廳 最多可以去酒樓喝茶 你看樣子 你看不出他是有錢人 所以 所以 變成了香港 因為那個層次太豐富 整體的人都是相對有 比較富裕一些的階層 你不可以說到 不是跟你說 譬如我住公屋沒有錢啊 我層樓也沒有啊 銀行層樓也沒有啊 這些是沒得說的 但是 起碼 有錢人 也不是很沙塵囂張的 因為 第一 相對他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即使他有一億身家 他也覺得自己不是有錢人 在香港 所以你想想 有一億也不覺得自己是有錢人 所以那些人怎麼懸賦呢 不能懸賦 因為你覺得不值得去懸耀 這些就是 說多寡的問題 當你很多人都是有錢的時候 你不覺得 沒甚麼值得懸耀 但是大陸不一樣 大陸窮的人真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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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少少錢 你已經覺得自己很厲害很沙塵 這就是為甚麼大陸人喜歡懸富 而香港 普遍不喜歡懸富的原因 就是 怕沒面子 你有錢嗎 不是吧 欠個三幾千萬樓 這麼窮 你也敢說出來 有些人 例如之前那些朋友 搬到麥當勞 家渡中落才要住這些地方 我們也住不起麥當勞道 說到 下壞了 現在 家渡中落 走投無路 我才會住麥當勞道 所以 他們 有一種 起碼 是真的會謙虛的 原因就是 他們有見識 而內地人 普遍沒有這個見識 他們不知道甚麼是有錢人 甚至乎他們覺得自己有錢 原來這些濕碎的東西 正如很多年前 那時有個朋友走過 我跟他走銅鑼灣 那是大陸人 他就說 這裏有一隻舖子刺了 那時走過白沙道還是南方島 好像是白沙道 有一隻舖子 叼空了 這些價錢是甚麼價錢 我們買了他們就這樣說 你瘋了 一億一隻買 他整個人呆了 他以為他有幾百萬 很厲害 他有甚麼叫一億 10個一千萬一億 他完全呆了 想像不到一個香港的抱怨 他以為 幾百萬已經很厲害 即是大陸人 因為 未見過有錢人 俗稱未見過大蛇 香港周圍都是大蛇 你明白嗎 這就是見識問題 很多人 一直都不明白那件事 所以 你看到很多時候 大陸人會有些夜狼自大 原因 未見識過 你在香港 痛界有錢人啦 靚車 林保堅里 法拉里 馬薩拉提 痛界也是啦 你在中環 你在銅鑼灣 那些車多了 靚車 周圍也是啦 你在中環晚上 人們在銅鑼灣 周圍也是跑車 勞斯 萊斯 賓士 香港的賓士 比德國更多 在香港的賓士 你想想一下 多誇張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我們 看一件事 一定要告訴大家 因為 很多時候是見識的問題 是你有沒有見過的問題 當你見過 你不覺得 很稀罕 第一 不覺得他有錢人 我羡慕他 但是問題就是 那麼 即是怎麼說 不會說 那種好像 巴倫幣 內地很多人 就真的 他有一點點錢 他當自己很厲害 這個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對香港不了解 不認識 以及沒有見識 的原因 好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趣趣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都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我看不見了 我看不見了 你平衡 我看不見了 我看不見了